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正 今天讲的故事叫 爸爸 爱好发明的爸爸制作着小玩意儿 女孩递给他大号扳手 爸爸一个不留神 连人带扳手一起提了起来 很快东西做好了 女孩一脸期待准备欣赏爸爸的作品 结果看了半天看不懂 她以为是摆设用的 于是扑上桌布 摆上花瓶 爸爸赶紧摇了摇头 她甩手丢掉桌布和花瓶 便出一杯咖啡和一碗方糖 打开机器 顿时勺子自动摇去方糖 丢在传送带上面 送到顶端被夹子夹住 最后夹子把方糖放到杯子里 目睹这一幕 女孩露出嫌弃的表情 她把爸爸的废物发明 丢进垃圾桶 傲娇地走到一边 拿出芭比娃娃 用芭比娃娃的手夹住方糖 丢到滑滑梯上 方糖滑下 顺意掉进杯子里 爸爸见此气愤地拍了拍桌子 不小心打翻了咖啡 她随手抓起兔子玩偶充当抹布 女孩受到惊吓 赶紧抱住自己的宠物玩偶 爸爸发现女孩不高兴了 左思右想 决定和女孩玩骑马马逗她开心 苟不其然 女孩立马露出笑容 她丢电玩偶 跳到爸爸的背上 爸爸卖力地表演 大猩猩垂地的动作 她玩得太嗨 力气深模仿大猩猩好笑 半晌才注意到 女孩被自己掀翻在地 去医院包扎混家后 为了表示歉意 爸爸买了冰淇淋作为度长 女孩正要开吃 爸爸突然拿起手表 一看时间不早了 连梦拖着冰淇淋 女孩都喊笔咬一口的女孩出了门 开着小车在路上驰骋 终于到了舞蹈培训学校 舞蹈课上 女孩跳着舞 沉浸在自己的动作里 刚跳完 爸爸边鼓掌边吹口哨 女孩十分尴尬 脸都秀红了 放学回家路上 爸爸看女孩脸色不太对 下了车 女孩还是很生气 爸爸联机一动 原地跳起舞来 女孩乐得不行 也和爸爸在大街上一起跳舞 到家后 俩儿在工作台上写东西 爸爸在设计新的发明 他想看看女孩在画什么 便走到他身后 女孩画完后 满意地递给爸爸 爸爸仔细一看 却发现女孩 是用自己的设计图制画的 他气得教训女孩一顿 女孩委屈地跑回自己的房间 而爸爸的气还没消 他头痛地看着女孩 骨压过的设计图 不经意见 乔尖一张画的是 妇女相处的美好时光 爸爸被触动到了 可以意识到自己刚才 不应该凶女孩 头脑灵活的爸爸 想到了古旧措施 他埋头修改着设计图 第二天 睡梦中的女孩被爸爸叫醒 放到座位上 爸爸掀开遮挡的布 是一个形状久异的机器人 在女孩惊艳的目光中 机器人拎起水壶 冲了杯咖啡 用女孩的方式倒入方堂 看到女孩和机器人相处得很愉快 爸爸放心地走回工作室 女孩给狗子玩偶喂咖啡 机器人有药去养 给小熊玩偶喂咖啡 爸爸专心地搞发明 突然发现机器人要送女孩去跳舞 女孩开心地和爸爸说再见 爸爸挥手回应着他 机器人端了一杯饮料给女孩后 离开了家 留下莫名有点失落的爸爸 电梯里 女孩遇到一起学舞的小伙伴 在她的眼神示意下 机器人立马打开肚子 拿蛋糕给小伙伴吃 为女孩转足面子 舞蹈歌上 女孩尽情地跳舞 然而这次没有了爸爸尴尬的掌声 却有其他的声音 转头一看 时间大家都在吃机器人的蛋糕 不停地说话 完全没有人在意女孩的舞蹈 就连钢琴伴奏老师也在吃蛋糕 女孩郁闷地回到家 他注意到垃圾桶里被自己丢掉的废物发明 他捡起来给机器人看 微情像机器人和当时的女孩一样 把废物发明当成摆设 与此同时 寂寞的爸爸一个人在玩女孩的玩具 但这仍然抵挡不了自己想陪伴女孩的心 就在他伤心难过的时候 门外传来声响 走出去一看 原来是机器人在闹腾 垃圾桶不知为何套在她的头上 爸爸还未回过神 女孩就扑了过来 爸爸激动地抱住她 接着拍了拍肩膀 示意女孩跳上来 谁知女孩兴奋地跑开了 爸爸不明真相跟在她身后 就看到女孩一阵翻向倒柜 机智地给自己穿上几件防护装备 然后妇女又挽起了亲妈妈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